《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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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华德 来 来 这个好 吴以光 在牙龙市乃斯巴沙卖海鲜 已经40多年 2019冠状病毒所带来的冲击 是他前所未见的 他说尤其是在阻断措施实施后 到巴沙的人瑞减 生意跌了7到8成 损失高达2万元 其实吴伯伯的儿子是教英语辩论的 也在今年4月开办了英语辩论训练中心 但阻断措施开始后 他不能营业 就决定来帮爸爸 在那边 主创车是巴沙没有人 寥寥无几 然后这种海鲜的东西 不可以收割业的 所以我们就每天拿了货 然后要丢 所以我就很惊痛 而且亏很多钱 所以我就想放在网上 就是找看有没有人要 然后我就想去送 结果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 传了先多次 老板把生意放上网后 营业额增加了四到五成 顾客群也变广了 其实很多人有讲他们是我们的普通 可是也有很多人就是他们住鲁肉的 住东哥 他们那边附近也没有巴沙 其初靖恒收到顾客在面部上的订单后 就通过电子转账的方式收账 自己再把海鲜运送给顾客 随着订单增加 靖恒一个人无法应付 于是设立网站 让顾客上网订购 方便他收集订单 负责俩在分工合作 一个接订单 一个负责包装 再由私照车司机帮忙送货 六块钱都是给那个驾客的 我就觉得在这个时期就是每个人都要生存 就是我们自己有办法把货卖完 然后大家每个摊位卖牛肉卖羊肉 我们也是帮忙卖一点点 大家帮彼此这样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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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月的五号和十二号 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也连同企业伙伴 帮忙主角巴刹的六名摊贩 用面部直播推销产品 摊主会在指定时间内推销几样产品 公众可以留言下单 再由资美局委任的公司 负责集合订单和收款 摊主们把产品包装好之后 再由这家公司负责送货 这个水果档是其中一个参与计划的档口 老板娘说 疫情使他们的生意下跌了四到五成 参与计划是希望透过吸引的方式吸引顾客 顾虑方面是想说 到时不知道东西卖得出吗 会不会说等一下弄的东西 不知道是不是不适合Facebook那些口味 不懂他们的那种要求 我们能够达标吗 后来效果怎样 你觉得满意吗 效果不错很好 只是说可能是因为 卖的东西只有那一两样 变成说没有多样化 只是希望说如果能够卖多几样 卖多几样的话 可能应该会更好 上个星期二 长达四个半小时的直播 在首二十分钟 就吸引了一千一百人观看 总观看次数超过两万八千次 这名鱼档老板娘说 他们的生意在疫情期间下跌了八成 直播第一天 他准备了十多种海鲜 每种有三十到五十份 竟然全都卖完 蝦婆 蝦婆 来 蝦的婆婆 来 蝦的婆婆 来 卖到完 就用一个钟头的时间 把那些海鲜全部都卖到完 平时 一个钟头的话 我们最多是可以面对到十个客人 但是在网上 在一个钟头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几千个人 幸运好的话 那么就是几千个人都可以跟你买 通讯及新闻部长易华人 接受前线访问时说 数码化是未来的商业模式 不同行业都应该尝试 往这个方向迈进 冠病疫情更加凸显了数码化的重要性 虽然它是一个挑战 它是一个选择 它是一个机会 我们来复制我们 更加几乎 为这个未来的 digital 然后它不关系 什么样的业务 你所在 包括我们的市场 和创传处 因为实际上 这就是 这就是 互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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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 所以我们需要 一些方向的方向的方向的方向 我们需要 或创传处 方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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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向 继续的商业 因为一个 digital solution 现在提供新的方向的方向 做事 这会加上我们的方向的方向的方向 我们认为 我们认为 所有的观众 科技的便利 让顾客逐步出户 就能买到新鲜食材 也能够帮摊主刺激销量 但摊贩们认为 在网上售卖 还是有一些局限 你在当位卖的那些顾客 他们就是 他们我们有介绍他们 他们讲说 他的品种 他的口感 口味 他们这边摸一摸 闻一闻 你在网站 你是只可以看 你摸不到 你闻不到 可差别是蛮大 第一大家是年对年 就要看到了 认识了对方 OK 那差别还是很大 在网上里面呢 他们多数都是讲英文跟华文 那么如果你们 如果在巴萨卖的话 我们面对的都是很多种人 以后我想不想继续啊 难难啊 每个人都想继续啊 现在我已经是网红了 我一定要继续 哈哈哈 施巴沙搬上网 会失去人情味吗 网上一则广告 怎么让七十八岁婆婆的高典当 生意好起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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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